5月25日,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俄总统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释放和谈信号,表示愿意与乌克兰方面结束敌对状态。 不过,普京设置了两个前提条件。 其一,不能脱离当前的战场现实。 言外之意,乌东寺地区已被俄收入囊中,成为俄领土的一部分。 如果俄乌恢复和谈,乌方不要幻想着收回去。 此外,在失去乌东领土的同时,乌方还需要答应保持中立和不加入北约。 其二,普京认为泽连斯基已经失去合法性,俄在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时,必须与合法政权打交道。 随后,乌总统泽连斯基作出回应。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25日报道,泽连斯基也设置了前提, 除非双方军队都留在国境线内,才会考虑与俄方恢复和谈。 如果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俄军是有可能撤军的, 以撤军为筹码,迫使乌方答应保持中立。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俄乌打了两年多,大量士兵阵亡,消耗了大量装备和财力, 都打到这个份上了,俄军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撤军。 乌方也一样,不可能在没有取得成果的情况下与俄恢复和谈。 在卢乌冲突已经变成了死局的局面下,谁能解开死劫? 泽连斯基将希望放到了中国身上, 中国曾促成杀衣和解,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 据乌克兰自由报25日报道, 泽连斯基在接受中亚媒体记者采访时向中国喊话, 呼吁北京必须保护乌克兰,因为我们遭受到了攻击, 而中国认为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一些人认为, 泽连斯基是依据布达佩斯备忘录要求中国保护乌克兰。 但是事实上, 中国并不是当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的签约方。 布达佩斯备忘录的签约方有四国, 分别是美国、俄罗斯、英国和乌克兰。 泽连斯基认为, 中国应该保护乌克兰的依据是2023年2月24日 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其中第一条是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切实保障。 在地缘议题上, 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 无论是俄乌还是巴以冲突, 又或者是其他国家爆发的冲突或战争, 中国都呼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此外, 俄乌冲突爆发后, 中国派特别代表李辉展开多轮穿梭外交, 斡旋俄乌停火。 中国并不是俄乌冲突的制造者和当事方, 中国做的已经够多了, 泽连斯基不应当对中国道德绑架。 坦白来说, 如果仅仅从利益方面分析, 俄乌冲突持久化符合中国的利益。 因为历史上俄罗斯曾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西方殖民者曾通过不公平条约掠夺中国大量财富。 当前美国频繁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所以, 俄罗斯和西方号的越久, 越符合中国的利益。 俄乌和西方应该庆幸的是, 中国从来不唯利一论, 中国同时更注重人情乏理。 在俄乌冲突议题上, 中国通过不同的方式斡旋。 然而, 泽林斯基领导的基辅当局太偏信美英等国家了, 造成了当前不可挽回的地步。